词曲 李上转 如果善变 夢想就築立在那不远的天边 等待实现 相信直觉 面对每个考验 许个心愿 有一天我会站在世界的顶点 不会后悔坚持的信念 不在乎有谁能了解 And I pray 下一秒我就能冲破极限 去两界去告别 那些孤单的从前 在白天 在黑夜 准备好就能起飞 And I will 让梦想加速的飞跃终点 会看见这世界 因我的音乐改变 不需为多指尖 In my way 我停在金与飞 那模糊的讲解 坚持自我地位 Yeah yeah 无所谓 是与飞 都与我没关联 情的体验 就要出现 我没关联系 我只能冲破极限 就要截去告别 那些孤单的从前 在白天 在黑夜 准备好就能起飞 准备好就能起飞 And I will 当梦想加速度飞跃终点 会看见这世界 因我的音乐改变 不需为多指尖 I will 然后就会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心得 那我觉得 田志愿 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啦 嗯 我个人觉得兴趣 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 你有兴趣的话 你才会对这部课 学得比较好 然后学得比较深入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就算你去到大学来 你会学得很辛苦 嗯 那 嗯 其实平常的话 就对你自己有兴趣的科系的话 我觉得就 在乔大里就可以开始 设计一些讯息 不管是关于学校的 还是学习的 就 其实现在网络很方便 就可以去网页上啊 点一些你想要 想要读的学校 和科系的网页去看一看 看看他们的 课程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他们的 教训目标是什么 然后有很多的 呃 关于其他方面的资讯 像奖学金啊什么 上面都会有 哦 像 乔大每天办的大学火栏会 那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学校 都会来摆摊 那对于每一个学校 因为有的东西网路上 你可能不能知道的那么详细 那现场有一个 那个当 那个学校的学生 或者是教师 把你解说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问得更详细一点 很多问题 你都可以从他们的 回答里面找出来 然后关于一些 你的你想要念的科系啊 或者是 其他福利啊什么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大学火栏会 上面的资讯还蛮够的 那有的学校可能 对大学火栏会 就没有参加大学火栏会 像台大去年都没有 那觉得 像台大的话 你可以 呃就是 像过去的三月份 过去的三月份 就有一个杜鹃化节 那台大的每个科系 都会在那里摆摊位 那所有的摊位上都有 我们本系的学生 为你们解说 就是关于文学 我们学习的问题 可以问得很详细 那台大呢 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 然后欢迎任何地方的学生 都可以来参加 所以那样的学 那样的博栏会的话 我觉得会注意更多 你就会 看到很多不同的学习 你就是 即使你没有想要进台大 你也可以从这方面 这方面来取得很多的讯息 对于你参考另一个学校的 同样的学习 也会有很多的帮助 台大这边也有很多的 就是像类似大学博览会这样的东西 那其他学校的也会来 就是摆摊位啊 还有一些留学的 留学的资讯啊什么 都很多 那就是有空欢迎大家来参观这样 那这些讯息呢 在台大的首页上就可以找得到 那我觉得学生们有空的时候 然后就上网的时候就可以顺便 看一看这些东西 其实不一定是台大 像很多 START 政大 也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讯息 然后除了台大的官方网页以外呢 我们还有个BBS 就是TT 那那个也 那个上面的讯息呢 大多数就是我们学生自己 在破误的 那我觉得那上面的讯息可能会 更加的详细 然后也就会 让大家更能够深入的 就是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学校 那除了台大以外 上面也有正大班啊 新大班 很多学校都有班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看 然后不同的学习 你就可以知道 那你的学生都在做什么 那我觉得从小大的时候 就开始认识这些东西 对大家也会有所帮助 觉得好像我们小生 比较会被动一点 就是会比较等了说 其他的学校来招生啊 来介绍我们 我觉得本地生的话呢 就会比较主动积极的去收集 其实有讯息 我看到很多本地的同学 那他们在进入大学前 他们就已经 对这个大学已经有很多的了解 他们就已经收集很多的资讯 他们就已经收集很多的资讯 他们比较提供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那就是需要学生们 你们也能够去学习 很多人就觉得进了大学 就可以放轻松的玩 我觉得那个观念有点 有点偏颇这样 其实在大学的话 只要你用赛炒大一半的努力 那就应该差不多了 那大学是一个很很丰富 然后也很也很繁忙的一个环境 你有很多的活动要参加 然后有很多的 你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你会慢慢的接触很多东西 那我知道小大蛮辛苦的 所以加油吧 你们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将来的快乐 谢谢 学弟妹们好 我是杰西 是98学年度春季班毕业的 现在就读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系一年级 学弟妹们现在应该即将面对结业考 然后呢 挺起志愿 最后等待分发 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共勉的就是 学弟妹们要带这个梦想和目标去面对结业考 有更努力的动机 你就可以更认真去面对你的结业考 接着学弟妹们就要搞清楚自己念的科系叫什么名字 因为台湾开了很多大学也开了很多科系 每个科系的名字都不一样 有的科系名字只差一个字 可是读的研究的都会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所以呢 学弟妹们 你们要好好把握这次学校为你们开的大学博览会 不要错过了这个很好的资源 因为大学博览会里面呢 你们可以去询问各个摊位的这个学校的主办单位 你可以去问他们 这个科系跟这个科系到底有什么不同 像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博览会的时候 我就问到底社会学习啊 社会工作学习啊 社会教育学习啊 都是不一样的 我就问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然后从里面呢 有的时候可以更多的知道一些资讯 也可以更肯定自己到底要念的是什么 所以呢 不要在大学博览会只顾着拿小礼物 拿小证品啊 笔啊 文件夹什么的 要去问 不要浪费了这么好的资源 如果你们喜欢进去那些询学习 阿绵 哈咯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乔生 然后 我叫林秉云 那我是去年就是98年度 秋季班毕业的 毕业的同学 就是在乔大 乔大全班的毕业的 嗯 选系和选校 其实我想真的啦 就我觉得 选系和选校都 都一样重要 如果你可以选到 你的科系在你要的学校 当然那个是最好的 可是往往很多事情 就是不够完美 就是不能十全是美 就是说你要的东西都可以 那我觉得呢 还是选自己的兴趣比较重要 因为呢 你有兴趣了 你就会很卖力 很用力的去摸索啊 去探索 即使你不会 真的 即使你不会 我都会很愿意去找资料啊 然后去问学长姐啊 去请教老师 那如果你说 你选到一个 你一样的学校 OK 你到了一个理想的学校 可是 这个科系并不是 你所想要的东西 你觉得你会很努力去读吗 我不知道 可能大 有些人是为了 就是现实 然后就是说 兴趣不能担饭吃 这样 我就觉得 那也无所谓 可是像我这样 我是还蛮坚持 就是要选自己想要的东西 像读起来呢 即使再累 我也觉得幸福啊 真的 参加大学博览会吗 说真的 他的帮助 是有啦 是有 说真的是有 可是可能大不大 就看你们自己了 因为呢 大学博览会很多个摊子 你收集了很多资料 那收集回来过 第一个 你就要想的是 你要读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拿的是 什么科系 还是说 你要的学校是 是不是像正大这样大的啊 还拿这么大 还是就是要 四星啊 还比较小 或者说 你要的是台中啊 台北 你就没有 一定要台北 一定要台中 一定要台南 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 选地区 就是看你这 然后你收集回来 过后呢 你再慢慢去看 比如说 你不知道高师大 你去 比如说 你不知道 实践大学 在哪里的话 你在大亚博览会 你可以收集这些资料 过后 原来也知道 大学 就是分了这么多 实践大学 有很多这个地区 地方 所以呢 看你啦 我觉得 大学 那个博览会的话 是有帮助 可是帮助 我觉得 并没有很大 是真的 而且大人博览会 说 还有一个 帮助还蛮大 就是 你可以去问那个 当校的学长姐 你问他们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 我上次也是这样梦过 嗯 选甜自愿吗 说真的 我是一个不太敢做决定 不勇敢做决定的 我又是一个优惑寡断 然后我不太敢做自己决定 因为觉得怕自己做决定会走错 对走错 所以呢 在甜自愿之前呢 我就问了很多学长姐 老师 不只是乔大的老师学长姐 我也问了很多朋友啊 旁边的学长姐啊 问他们意见 可是呢 问多人的话 你要承受的一个 承受一个压力 就是你要 听到很多人的资讯过后 你要自己再重新整理 这个还蛮头痛的 就比如说 人家说 你就 你就选系好了 那一个 就是大家说 你选校好了 那时候到时候 看你就要看你自己 我就是因为 过不了自己心理那一关 觉得 就是说 要我去选一个 我不太爱读的东西 不太想碰到的科系 我觉得很辛苦 所以那 在填字院的时候呢 只能要最好想这个 过后呢 就是想看学校 反正你 比如说你是选校为主的话 你就把 比如说你爱台大嘛 台大台大台大都填完 然后正大正大 这样排我下来 然后呢 科系 当然就是最想要的科系 在上面 这样慢慢填下来 就是说 最想要的东西 排在上面 对 那如果你觉得 哎 我一定要台北 那你就把台北的大学 整理出来 然后台中整理出来 然后再这样慢慢填 所以要做蛮多功课 所以要想好好清楚 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 大学生活吗 哎 因为大学 哎 我想 我选的是 大众传播的 广播电视电影系的 电视组 因为事情分得比较专业 所以我拿的是电视组 就因为我有兴趣啊 所以我觉得我来到大学生活后 来到世兴大学过后呢 我发现 哎 他们学校的风气 其实还蛮符合我的 就比如说 大家都很活泼 很创意 就是你可以跟着 哎 我就是要这么创意 就是要这么活泼 所以我觉得我在大学生活过得还蛮不错 而且呢 你的兴趣嘛 就是说 我是读电视组 我就是爱演啊 爱玩啊 然后爱拍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可以 哎 旁边朋友都是一群 也是爱拍爱玩的东西 爱爱玩爱拍的朋友 那大家在一起这样过生活的话 会有更多乐趣 更精彩这样 所以呢 我现在大学生活说 算还不错 现在大一啦 可能 可能大了大三会比较忙 对对对 所以呢 还不错 目前也是真的还不错 其实 规划嘛 我说真的啊 并有个认真规划 我因为呢 我 我之前在高二高三的时候 高中的高中三的时候 我就说 想要 自己心头脑一个 一个意思说 要读大众闯播 这一个科系 可是在想 有家人当时也要反对 来台湾读书 就是这么远 那我也 答应了父母 然后就在 马来西亚找了很多 类似相关的学校 可是我发现 哎 还是有点不符合我 就是说 可能社会面得这么好啦 还是 就是 环境的问题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绝对 哎 只是争取来到台湾 那来到台湾过后 哎 又发现 我不能进到 我想要填的那些资源过后呢 我就进了乔大 所以呢 在乔大 真的 努力 努力 还是努力过后呢 终于 哎 来到我想要读的 这个科系 所以呢 规划的话 当然就是想 我说真的 就是说 哎 你要读的东西是什么 过后 哪一间学校适合你 那你就慢慢这样想出来 这样 呃 这样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要就是很有一个 每一个人心里一定有一个答案 我觉得 你即使不能再多学长姐 你不能接受 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全面你自己想要走的 那个 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快乐 比较幸福的 不然是这样觉得 对 好 所以希望我 打的问题可以帮助到学弟妹咯 拜拜 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 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未来跟生学的一些心得 然后学姐目前是师大国文系四年级 然后当初来到乔大的时候呢 就已经非常确定 就是自己想要念中文系 当时就是其实对念的大学也很茫然 然后这时候就是有向一些台湾的朋友打听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 诗大国文系是不错的 然后因为他的国文系就是中文系嘛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师资 然后就是都很棒 然后 呃 因为国文系啊 就是念 就是我们在念嘛 怎么去教别人 所以念的那个也会比较扎实 然后就结果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来到师大国文系 当初那个 那个 志愿啊 第一志愿就填师大国文系嘛 第二再来填台大 我不会因为说台大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就去就是第一志一定要填台大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样子来到师大了嘛 然后就从这样子大一到现在 就是当中酸甜苦辣都一定会有 然后要念要说念书嘛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你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去念 那呃 我有些同学啊 当初跟我同届的 他们很多就是因为先看学校 再去选科系 那最近有听说 好有好几个就是 休学啊 有些就退学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呼吁各位学弟妹呢 先选你的科系 再来学学校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如果你连 你现在连那个目标方向也还未定 也还不知道的话 还有甚至连就是学校 什么的也不太明确 那这时候 嗯 你就要去大学博览会 最近呢乔大就是要举办一个大学博览会嘛 那鼓励各位学弟妹 多去大学博览会收集资料 收集一些就是科系相关的啊 然后再来收集大学的相关资料 那如果不明确也还是很茫然 可以多跟学长姐多跟老师做一个联系 就是多讨论 这样一定会对你们有帮助的 像现在我就是来到世道国务系嘛 以前我就是在马来西亚是那个国民型的中学的学生 以前念中文的几率呢 就是机会也很不就是也很少 那相对的跟那些独立的独立中学的学生相比之下 我的程度一定就是来的会比较不好 然后所以一来到世道国文系啊就非常痛苦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抱持着坚持的态度 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你看我都已经念到大事了嘛 还有两个多月就要毕业了 在此希望就各位学弟妹 能够慎重的去对未来有一些明确的目标跟方向 那一定就是能够可以在学习的路上能够更顺畅 只要你有心 任何事情一定都能够成功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学业进步 然后能够考到就是也能够选到理想的科系跟学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